第十五章 第十五章的标题是 在服侍的工作上 这是出于 记载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 经文是这样的 他所斥的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 各敬其子 建立基督的身体 他升上高天的时候 将各样的恩赐赏赐给他的仆人 基督这样做的目的 被提到的有三方面 基督赐下恩赐的第一个目的 是为了成全众圣徒 作为圣徒的信徒 是被引导去追求圣洁 一直到他们在神所有的旨意上 能够成熟 而且完全的坚立 以佛巴在祷告的服事上是 这目的 保罗也是有着同一个目的 当他写道 我们传扬他 使用诸般的智慧 劝诫个人 教导个人 要把个人在基督里 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这是记载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八节 然而 这成全众圣徒的工作 仅只是为这一个较高的目的之途径 而这较高的目的 则是为了做服事 使所有的圣徒 适合从事 每个信徒被呼召的 他们的那一部分的工作 类似的经文中 用了同一个字 都是用自己的财物 供给耶稣和门徒 经上又说 就是先前事后圣徒 如今还是事后 这是在路加福音四十三 四十章第三十节 八章第三节 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五节 西伯来书六章十节 以及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 并且这个目的呢 再一次的 也是为着更高的目的之途径 那更高的目的是 为着建立基督的身体 正如同我们的身体 每一部分的肢体 发挥它的功能 为的是整个身体的健康 和成长以及维护 所以基督的身体的 的肢体 应该考虑到 它的第一个重大力 人家就能帮助 基督的身体的建立的事上 而且这样 不论是帮助 或是给那已经是信徒的成员 或者是吸收那些 将成信徒的人 并且教会的伟大的工作是 经过他的牧师及教师 来努力使圣徒在圣洁和爱上 能够完全 以及适合于服事的工作 以至于每一个人 有可能在服事上 从事他该做的那一部分的工作 这样一来 基督的身体才会被建立起来 以及完全 基督所给他的教会 使徒以及教师的 所为 这的那三个伟大的目标呢 服事的工作 是被置在中间的 是放置在中间 在前面一方面来看 在他之前呢 是绝对的有必要 依靠着 是成全所有的信徒 在后面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来看呢 在他之后呢 他所跟着而来的 是他被预定了 要完成之打算 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 每个信徒毫无例外的 基督身体的每一部分的肢体 都被呼召来 有份于参与服事的工作 让每一个读者尝试 而且明白 他圣洁的呼召的神圣性 让我们学习到 有质量的生命 是为着我们的工作 成全众圣徒 装备了他们去做服事的工作 由于缺少了真正的圣徒品质 缺少了真正的圣洁 才导致有这样的 在服事上之缺乏 以及软弱 当基督徒的圣徒被教导了 而且真正的学习到了 转变成为基督的样式 这是什么意思 一个像他的生命的那种生命 在自我牺牲中放下了自我 而使用在人类的服事 以及人类的救恩的事上 正如同他的谦卑以及爱 他的从这世界分出来 以及奉献于跌倒的人 被看作是他所给的生命的 真正的实质 以及祝福服事的工作 爱的服事 将成为我们的活着 所要做的唯一的事 谦卑和爱 圣徒有这两项伟大的素质 这两项素质是从事服事的工作 两个伟大的力量 谦卑使我们愿意去做服事 爱使我们有聪明 知道如何去做服事的工作 爱是具有发明性的 爱忍耐的寻求 而且经常忍耐 长久忍耐 直到他发现了一个 达到他目的的方法 谦卑以及爱是同等的 从自己以及对自己所有的一切的权力的主张 离开而去了 就是不要求自己的权力了 让我们祈祷 让教会在成全众圣徒的工作上努力 而且圣灵将会教导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做服事的工作 让我们看一看有怎样的伟大的工作 是基督的肢体必须要去做的 他是彼此互相服事 将你自己放在基督的指派下 去服事你的基督徒同伴们 将你自己算作是他们的仆人 研考他们的兴趣 将你自己放置于活跃地增加你周围的基督徒的福利上 自私自利 有可能使人吃你 自觉软弱 有可能使人丧志 懒散以及舒适 有可能引起困难 请求你的神将他的指示 旨意启示给你 并且将你自己奉献在这件事上 在你的周围有一些基督徒 他们是冷淡的和熟世界的 以及从他们的神那里流浪出去了 从你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开始 你作为他们的知体的 应该照顾他们 接受这工作 把它当作是头的旨意 就是把它当作是身体的头 就是基督的旨意 祈祷有圣灵的爱心 从某一处开始 只要开始 而且不要只是不停止的听道 而且思想 而在同时呢 你却什么事都请 什么事情都不做 照着所赐给你的恩惠的大小 开始去做服饰的工作 然后它将赐你更大的恩惠 让我们相信 在我们里面做工的能力 对我们必须去做的 所有的工作都是足够的 当我想到 我用来写这本书 而握住笔杆的拇指和食指 我想到 在这我的生命的整个七十年 怎么他们会一直的知道 恰如其分的 执行我的旨意呢 那是因为头的生命 流通进入了 以及在他们 就是指头的里面 将他自己 就是头的生命 工作出来 圣经上记者说 相信我的 指那些 把基督当作他的头 在他的里面工作 那么对这些人呢 基督说 我所做的工 他也要做 对基督有信心 他的力量 在我们的软弱上 得以完全 基督将次能力 给我们去做 我们所呼召去做的事 让我们向神 哭诉所有的信徒 有可能被这 伟大的真理所唤醒 身体的每一个肢体 都应该完全地 献身于建立基督的 身体的工作上 好了 现在第四五章念完了 我将十五章的 三个论点念一遍 第一个论点 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人 第一件事 是与坐头的基督 有亲近 谦卑 有团契 被他所引导 并且赐予力量 第二个论点 第二件事 是与基督的肢体 与谦卑相爱的团契 在爱中彼此互相服侍 第三个论点 这就预备了 并且适合于在世界之中服侍了 好了 现在第十五章全部都念完了 我现在继续地念第十六章 百节各按棋子 这是第十六章的标题 这是出于以佛所书第四章 第十五节和第十六节 经文是这样说的 我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事长尽 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 百节各按其职 造着身体的功能 彼此相顾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使徒在这里是说到成长增加 建立基督的身体 正如我们所见 这里所说成长以及增加 有两方面的意思 它包括了那些 已经是成员之间的属灵的连结起来 和他们有力量 以致于不但能够保住全部身体的健康 并且也指着身体上的增长 身体上的增长 那是靠着加上那上在外边的 并且将他们聚集了进来 有关于前者 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说过了 所有信徒之间 彼此互相依赖 并且要照顾彼此之间的利益的呼召 在本章之中 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增长 这一方面呢 使基督的每一个成员呢 所共有的呼召 靠着爱的辛劳 努力工作 以使他成长增多 那是寻求使那些 尚未成为成员的人加入 这种在爱中使身体成长 以及在爱中建立自己 若要这些事成为真实的 只能是在身体上的每一部分的肢体 各尽其职 做好他的那一部分的工作 以一个小孩的身体来做思考 那身体如何地达到一个 完全成长的人之身量的呢 除了每一部分的肢体 各尽其职的工作之外 是没有其他方法的 在寻找以及拿来和吸收食物的工作 在靠着建立自己 增量就增加起来了 这不是由外来 而是从里面来的 出现了保证成长的工作 这是由里面才出现保证成长的工作 而不是外来的 基督的身体无法由其他的途径 而增长到基督成长的身量 经由连接着作为头部的基督 我们成长成熟长大 并且从作为头的基督那里 身体才形成自身的增长 因此全部都是经过这途径 使得各个关节互相联络 这样各个肢体就发挥 各自那一部分的功能 而工作起来了 让我们来看一看 这种运作原理意味着那些什么呢 基督的身体 包括了世界上所有相信他的人 这些身体上的肢体 绝不能靠着其他途径 而被聚集进入成为身体上的肢体 除了靠着身体在爱中建立自己 我们的主将自己作为身体的头 绝对的依靠在他的肢体去做这个工作 自然所教导我们 关乎我们自己的身体的事 圣经则教导我们基督的身体的事 一个小孩的头脑之中 有可能想过以及计算过成长 他们都将是没有用处的 光是头脑中 小孩子头脑中想他怎么样计划 他怎么样去成长 这些都是没有用处的 只有呢 身体的各肢体 作为使身体成长的那一部分的工作 基督耶稣分派给他的教诲 来使他的身体成长以及增加 他询问以及期待 正如同做头的他活着 为了身体的成长以及福利而活着 他的身体的每一个肢体 就算是最为软弱的 应该做同样的事 那就是在爱中建立自己 每一个信徒应该将为着身体的增长 而活着以及劳力 当作他自己唯一的责任和祝福 这才能使将成为肢体的所有的人聚集进来 需要做些什么事 才能带领教会去接受这项呼召呢 以及去训练和帮助身体的肢体 了解并且实践这工作呢 有一件事我们必须看清 那就是新的生命和信心 以及对真理所有的深入的了解 有了所有的决心和顺服 以及劳力去照着真理而活 都只是为了我们的真正的工作而预备的 需要些什么 才能使每一个信徒 耶稣基督这么样的造就 这么样的居住在心中 以致他在我们里面的生命 将是冲击着以及感召了 我们对整个肢体的爱 然而是因为我 自我充满了内心 以至于那么容易的和自然的 并且喜悦的照顾我们自己 当耶稣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 那将是很容易并且很自然 又喜悦完全的为基督的身体而活着 就如同拇指和指头预备好了 并且自然而然的反映着那头部的意志 以及活动而供动作 基督的身体的肢体 也是反映了头部的意志 这就是身体在他里面得以成长成熟 并且从他而生出的身体 肢体更加增多了 让我们总结的说 头部所需要做的伟大的工作 即是从世界各处 召集聚集 进入并建立他的身体 头部是完全的依靠着肢体来服侍 不单我们的主 而且一个正在沉沦的世界 正在等着并且呼召教会 醒觉过来 并且将他自己完全献身于这一项工作 使基督的身体得以装备完全 每一个信徒 甚至最小的都必须学习去知道他的呼召 并以这项呼召当作他的存在的主要目标而活着 就在我们奉献我们自己 根据已经赐了的我们的恩惠 而做服侍的工作之事 这项伟大的真理将在能力之中向我们启示出来 并且我们也得以掌握这项真理 当已经有能力去做他所要做的 所有成全身体的工作之时 我们当成这信心等候基督 对成全圣徒上的全部的启示 也就是说当信徒把建立基督的身体 当作他存在的主要的目标而活着的时候 当他有着能力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存着信心等候基督 对成全身体上的全部启示 也就是说等候基督来启示我们 如何去做这一项工作 把他当作存在主要目标和活着的这项工作 好了 现在第十六章连完